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西屋车 下面我们将该车的基本操作流程介绍给大家 启动发动机在气压达到7至8兆帕时 踏下离合器 拔出举力器单挡开关 缓慢松开离合器 这时真空泵、齿轮泵和一压油泵开始工作 在吸污工作前 把四通阀手柄搬向吸入的方向 在压力表负压达到2至3兆帕时 打开后吸入管道求阀 这时开始吸污 观看亮管 在吸污灌快满时 先把四通阀手柄搬向中间的位置 把吸污管道从吸污处拔出 以防灌体充满时 污水进入水气分离器、油气分离器和真空泵 造成各部件损坏 卸料时 打开后盖尾部阀门 把污水放掉 再把后盖锁索紧 再把后盖锁紧机构松开 操作多入阀后盖操作手柄 打向开的位置 这时后盖打开 在污水快放完时 操作多入阀升降操作手柄 打向深的位置 这时 这时污泥全部清理干净 操作多入阀先让 操作手柄打向这样的位置 这时灌体缓慢落回原处 操作多入阀 后盖操作手柄 打向关的位置 这时后盖缓慢关闭 在后盖完全关闭时 把后盖锁紧机构紧上 注意事项 打开后盖时 应先把锁紧机构松开 踏下离合器 关闭取离器 单挡开关 缓慢松开离合器 这时真空泵 齿轮泵 和抑压油泵停止工作 注意事项 汽车行走时 必须拖开取离器 以上为该车的 基本操作流程